如果国民党有良心的话 党产问题就是国民党的良心 不久前大法官793号解释宣告 党产条例和线 写下了转型正义重要的理事心愿 今天的仙姑赵二进 就要来照照这些不当党产 究竟有多要手 如果我们现在的钱 他们觉得是不当党产 所以扣住了 把这故宫博物院的保护要回来 只要我们抗争 从此故宫博物院的门票收入 归给我们国民党 我们就有收入来源了 对不对 党产条例宣告和线 国民党非但没有反省 反而出现一连串脱续发言 让人很傻眼 而争议的党产从何而来 这其中又存在多少夸张荒谬的事呢 以前台湾在中国党还没有来的时候 我们这边有这个处国后统 四个球队在打球 但是后来来了一队叫中国猪 那中国猪来了之后呢 就把所有的场地啦 旁边的超商啦 餐厅啦 球场啦 员工全部都算成他的 然后呢 这个比赛怎么打喔 都是中国猪瘾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奇怪 这样子的比赛怎么公平 哪里好看 中国国民党来台湾的时候 他没有带一颗沙子过来 他没有带一块土过来 可是他在台湾居然会有这么多的党场 这么多的土地 这么多的现金 甚至李登辉退任的时候 说是最高的时候到9千亿 那最早的时候我所谓的实业 就包括说灯泡啦 脚大车的内胎啦 那一些的民生用品 甚至说呢我今天要开招港口马路的炸样 开始进入这一些的产业去做它的布局 你想想看喔 我是执政党 长期的执政党 而且是整个把国家跟社会牢牢控制的执政党 我一手抓了政权 一手我又另外开公司 这公司会不会赚钱 好厉害 真的好厉害 原来说时宜住行娱乐都有国民党的影子 在那个年代 真的好厉害 运用政府全力取得的 不管是土地也好 取得的这个特权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我们小时候知道的邮票啦 绕军捐啦等等 那一些把台湾人民用国家的名义收集起来 结果最后变成国民党党产了 这一些行为你可以理解的就是 其实中国国民党从来不把台湾当成他家 那党产会或者是所谓的不当党产 关心的问题是说 有一些钱是你在现在这种民主宪政秩序之下 你无论是执政党或者一般的人民都不可能拿到的钱 可是在过去的威权时期或者党国体制之下所拿到的 我们认为这个叫做所谓的利用了执政的优势去不当取得 那这样子的钱我们觉得这是不应该拿的 这个就是我们叫去追讨的 他可能过去长期的占用 那占到有一天那可能他我有钱了 然后就把它买下来 买下来我就继续用 然后还卖给别人这样 那因为土地然后这个一买一卖之间 可以赚大钱发大财这样 那这个状况最有名的例子就是 国民党的旧的中央党部 后来他就把这个土地卖给张中发基金会 他就在中间转手之间 一进一出之间就赚了上亿的钱这样 我们回到历史的脉络里面去呢 我们看两个人就好 第一个叫做吴国珍 他那个时候是台湾省主席 而且呢他的威名还上过时代杂志的封面 他在1954年写过一个文件叫做上国民大会书 来去痛承中国国民党的不适 里面呢特别就讲到说呢 国库同党库 第二个我们讲到一个还是国民党高官 叫做傅珍 他说这个国民党党产对资源的掠夺 时间过久范围过广 手段过多金额过大而无从考潮 1960年就觉得无从考察了 你看才垫了多少年 那以复联会来讲 我们目前已经认定他名下388亿 这么大的一个金额的钱 都是不当取得财产 因为这样子的钱其实是来自于收取稻军捐之后 盖军宅剩下来的钱 那这是一个党国不分非常明显的一个体制了 就好像一直说我跟国民党没关系 我不是国民党的负责组织 蒋中正不是这么说的 蒋中正只是在日记里面说了一段超帅的话 在今年的年度对于党务 党务国民党党务这个下面呢 我有一些觉得做不好的跟做得好的 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中反共就管的成立 成立了以后呢 全省的青年都可以受我党统一组训 不当党产争议近70年 自105年党产条例公布后 待追讨的768亿不当党产 仅追回1425万元 期间不止遇到许多困难 国民党甚至出奥布 阻挡真相的还原 当时复联会的主委就是孤颜卓云这样子 他就把复联会其实当时关于绕军捐 或者是一些资料相当完整的账册 就运出了现在的美龄楼这样子 然后到一个地方去 然后就把它就用碎纸机把他们就销毁了 就不见了 这也可以说明一件事情是说 为什么这个转型阵营这么的困难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有很多人会去用各种方式去做抵制 在讲这个党产归零的过程之中 其实是国民党不断地在变卖它的财产 有名的例子其实就是在 当时在谈的过程之中 就把中广 中营这一些所谓三中就卖掉了 不当当产应该还财于民 也应该让真相还原 达成社会和解 大法官释线后的发展备受瞩目 以前的大法官的释线里面 都没有那么精彩的历史论述 甚至我们可以一句话讲 就是说这个是这一次在大法官释线里面 首次承认党国体制 如果说你把历史割裂 你直接看那些的法律的话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有点不知所应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可是当你把整个故事都看完 说原来从1945年一路以来 台湾是这么走来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体察说立法者 为什么立大条一个苦心了吗 该给国家给国家 然后有些如果是从人民那边 不当值得我们就还给人民 然后如果是县市政府 我们就还给县市政府 其实我们一直没有排斥去跟任何所谓国民党或者是赋水组织 无论是已经认定的或者是有一些还在调查中的 然后做一些接触或者是和解 因为毕竟转型正义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整个社会的和解 它整个问题的核心是在于说 它到底是国家的还是政党的 尤其是这个把私产变成党产 或把国产变成党产的部分 这个是绝对不能够允许的嘛 这也是我们常在讲的 不管是土地争议或转型争议 所以党产的议题就是 中国国民党长期的把抢来的东西当成自己的 那是一种流扣的心态 那是一种强盗的心态 所以对我来讲 与其去讨论什么党产或转型争议 前提是中国国民党要消失啊 前总统陈隋扁曾经形容 检讨不当党产就像在招妖 让许多不公不义的真相现行 在追求转型正义的路上 不当党产这笔烂账 势必要给台湾人民一个清楚的交代 如果您也喜欢今天的节目 欢迎按赞留言分享 先顾招妖镜 我们下次见